韩国人穿机场加强对入境游客体温的检查,韩联社。 10日,工作人员对韩国人穿机场进行消毒,韩联社。 韩外王9月12日电,近日,韩国时隔三年再度出现中东呼吸综合症,MERS。 这一次,确诊患上MERS的是一名曾到中东国家,可谓特出差的61岁男子。 韩媒特,目前仍有30名与来病男子,搭乘同一毫班的外国游客联系不上。 韩国人穿机场加强对入境游客的体温检查。 韩联社,据韩联社报道,这名男子8月16日至9月6日在科威特商务旅行,7日返回韩国。 一回国后,她出现发伤,可谈等症状,前往就医,目前在接受隔离。 曾与她密切接触的21人已被隔离,有关部门正严密追踪其他线机接触者。 11日,工作人员对韩国光州汽车架进行消毒,韩联社。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11日表示,与换定男子8成同一毫班,抵韩的共有115名外国人。 但仍然与其中30名外国人取得联系,因为缺少这些外国游客的电话信息,寻找难度大大增加。 目前,韩国疾病管理本部正通过警方、法务部、处注警事务所和外交部的帮助,与这些游客取得联系。 韩方担心,这些外国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健康风险,还没指出,如果政府不赶快找到这些人,可能引起民众对MERS漫延的恐慌。 10日,工作人员对韩国人穿机场进行消毒,韩联社。 2015年5月,韩国出现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。 近三周时间,疫情就在韩国境内快速蔓延,这场疫情持续7个月,导致187人感染,其中38人死亡。 近1.7万人隔离,社会陷入混乱,经济承受冲击,韩国旅游业遭受重创。 有报道指出,与非典型肺炎的病毒相比,ME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,传播率较弱,带致死率更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